下一套了 下一套是甚麼? 戀之選拳 戀愛選舉朱古力 其實很多 很多都在哪裏 其實好像是HGAME的第一狀 它是公司的處女座 它是新公司 由於出發的時間關係 整個星期五都是一堆接近H的動畫 但這裏是中邨 這裏是中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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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有些跟以前 是否相對的惡妹 還有屠命紅的組合 要先找一些資料 跟一個監督 相對的那裏 所以才有這麼多人來幫忙 其實他第一集的作畫也不是很好 其實他原作的作畫也挺難沒有 因為不算很特別 但有點像SAO 當年在玩這裏 有個女主角覺得好像靜水狗 我說過的作畫是 直接說移動的作畫 例如女主角落床時是平衡移動 滑過去 甚麼事? 飄移 飄移 可能那張床有些空氣在底下滑過去 不過這製作動畫群 原來就是做過友妹和惡妹 甚麼叫友妹 我的朋友肯少 友妹 友馬的妹 繼續 繼續 所以為何有這麼大群人 突然間來做《星優可憐》 這個劇情跟普通角落遊戲有點不同 當然 這個男主角布室 他好像是一個零食部 大島御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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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零食部 但問題呢 下一任新的會長 就是紅葉 他打算廢了這個部 因為廢了學校很多奇怪的小部 其他部是其中一個 為了原因 他開始要組織一個選舉 他想參選做會長 然後阻止紅葉 他們廢謀的決定 大概這樣 就是這樣 然後很難得地 他的選舉成分那裡真的很重 是 他講到插入戰 你已經第二集插入戰 其實真的很適合你 他做的主線是正確的 但是 做到這麼多選舉的感覺 就很 預期之外 還有他原作的劇本 我當然是合格線以下 其實不推介 但是動畫改好一點 他將整個學校的財務部 保安部的權力 勾了出來 很快第一集就勾了 即是死人事件 不是 睡了睡覺 即是保安部 為何要幫大島御樹 有利益關係 講清楚了大島 怎樣參與第一場 越選賽 勾六百人的票法 有殺流程 鋪了出來 即是不是普通的聯合 他講得很詳細 是 完全好像打進來選舉戰 還有其實聽說我好客 我看得到 他在第一集 咦 私下交易 咦 呂角被人撞車 甚麼事 我心裡想 全體被人打錯片 真的被人打批刀 差點糟糕 或是落頭 當然 我們總務部 我又不明白 為何要脫著頭 其實我不太明白 那個get 為何無端端有一個人 頭上有那個 甚麼 竹青亭 竹青亭 然後有一個人 脫著那個 世紀殺人士 二十一世紀四月 那個總務部 那是頭 貪污 很喜歡賄賂 那個 問題是射得南主角 是看到這樣 不知道是拿來搞戒 真的不知道做甚麼 可能很老人 都不要這樣 這個角色是這樣的 有面具 有個摩摩摩摩摩 不知道我弄出來的重點是哪 你想搞戒 但我又不覺得好笑 笑不到 其實說真的 在哪 除了說選戰之外 說回零食部裏面那批人 其實被人的印象不是很深 除了一兩個 Michiro 心下未散 那個可能會印象多些之外 還有千里之外 金玉竹馬 金玉竹馬 其實其他那些不是金玉竹馬 其實其他那些不是金玉竹馬 你覺得選舉 好啊你去吧 那什麼事 我不做事 一會兒吃花生 吃富棒 如果你實際看回可攻略女角表 那個部裏面只有三個 所以你其他就不用理 他只是老人 大佬 純粹在吃富棒 你想你有沒有彭彭言 你想想那個部裏面 其他全部是女的 剩下一個男的 是雞的 全執了男主角的後攻 什麼都有 不是 這遊戲經常都是這樣 全部是女角 零零瑟瑟瑟 就是GADA的CG位,就是別拿型的CG 通常,在遊戲中,身處的女生可以攻略 這套中,只有三個女生可以攻略,女生真的會打花生吃醬油 MISS,喝啤酒 最新的那一集MISS 嘩,我又覺得什麼事?現在你走到MISS線 原來MISS兩部,大佬 現在才在攻略,死了 所以這套遊戲,其實都很後攻的感覺 第一集已經出現很重的後攻 但問題是他成功的地方,就是將學生會選戰做主線 即是你不會太胖 因為如果你說只是說零食部,其實都很滿 所以他動畫會說得好就叫做神之化 你遊戲就跑零食部,看他們的東西,吃棒棒 吃棒啊,玩啊,玩啊,糖啊 零食機啊,什麼事啊 零食機啊 就這樣就弄到周圍Cream 即是太老闆,他會騙著主線 就是選舉,現在第一部分 先追女生的期間,怎樣過了預選 600人的票,其實做得不錯 不過我略嫌受沉重了一點 而且略嫌很多三個力場 即是女生的貪相 在你身上 然後你一起來,拿到 然後你之後就回去做夢 GPS自動定位度向 真的 即是沒有太可能 有個女的在你身上 旁邊想著可以給你吃 然後你說你要回去做夢 欸 你還比旁邊的妹妹更厲害 OK 連東環都被你追了 好過,有沒有要講 船女腳原作的問題 沒辦法 我覺得太過 這些就 如果你撇除這些 我就覺得有少許沉重 起真又說撞車啊 又說這麼多賄賂 那些 即是補一補一條女 還要去醫院 大家不要忘記 還是打瑜伏出來 因為生會了 然後女主角的弟弟 應該也是居了 應該一早居了 然後因為某些事 女主角鹽吃朱古力 即是 我覺得很沉重 聽說原著的劇情 有些線是很嚇人的 其實 比較有猜的 就是 動畫版會走什麼線 因為如果他有走朱古力線 就走回青梅中華的線 如果他不是青梅中華 就沒有朱古力線 所以大家 其實期待 不會太過分期待 看肉番 相對來說這套好少少 肉番應該會有更好的選擇 但我覺得 至少沒有那麼重口味 今季真的有很多重口味 而且你不在內 可以看別人來打選舉 自然的當學 我覺得選舉是一個亮點 而且歌是值得看的 不喜歡就是看符鵬 那算了 那真是符鵬 那真是符鵬 所以 OPED怎樣看 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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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會令你有印象 歌手又出 很出名 感覺很一般 但是你說 反而升丘 我真的沒有什麼 中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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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村已經完全拿了 一個好功能的優勢 不是 其實你說黑的話 換協武義也是 你記回上次聖誕之文 那個 Extra角色 沒有 其實這套 這套 大家看到靜水狗 我不說了 算了 有個優子靜水狗的捕魚 真的 叫什麼名字 我真的不記得 要這樣才行 我當年玩的 因為他像靜水狗 才會玩的 事實上我沒有剪掉你們的錄音 不過想問問 這套 其實我想問 Sprite的第一作 其實他那時候 是不是都很賣得 一般 那個月的訂購 那時候來說 你要入頭十都可以 因為這樣才做Anime 一個人只有二十隻 可能入頭十不太難 其實他出的那時候 好像最大量的作畫很漂亮 他有一個特別 特別 但是不算很漂亮 那怎樣特別 在特別什麼地方 特別 他不算很實線 作畫方面 我覺得他的顏色 尤其是 取彩一點點 比較 柔一點點骨狗十 就是色油 但是骨狗十 還有他那種 制服的畫法 比較有少像那些 中世紀或工業年代的衣服 那種藍色的效服 其實在市場上 比較少見這種設計 動畫版 不過動畫版 要重新 那個做法 會比較促腰一點 所以這樣 其實 很恐怖 因為那時候 我看他有時候 在網站上 都有賣不少廣告 廣告很快 他那時候 很快 已經在電力機上有賣 你怕連什麼時候出都不知道 賣了一年 那些東西 所以 變成這隻 突然會出成 那我就覺得 出奇一點點 算是 意外的 對 所以 感覺上 真的意外 那有沒有補充 其實我覺得動畫版 做少了一件事 不過可能玩的原作才知道 還是特經生 有出過女角的相片 還沒有說特經生 但特經生是甚麼 動畫還沒有解釋過 我覺得這個是比較 差不多 可能因為女角還沒有正式出場 所以就不要 特經生好像有說過兩件事 窮嘛 要去打工 不可以參加 是關門的一個活動 其實我覺得要講的 但他沒有講到 不知道為甚麼 可能會補完 希望補完 對 都不太差 可能不是太好 至少 看得到 沒問題 至少仲環可以承受 金書在這補題 可以了 唉 下一部 金書在這補題 可以了 唉 那好吧 迎娃 我 感到 你是這補題 的 很重要 那 就 沒有